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个视频我们来学习两个字 水和火 首先第151个字 水 先写一条竖沟 细一些 往下一收 柜笔弹封 这个沟不能写得太大 横往上斜 抬笔 压 在这个整体的中间位置往下 左侧对齐 不要超出 它大概在这个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 然后那就在这个中间位置 一个撇下来 指向这个竖的中间位置 然后一个那 压重一点 平着慢慢收 这个那脚跟这个是对应的 两边撇 那 是差不多的高 接下来第152个字 火 首先一个左点出锋 然后是一个小撇点 一个竖撇 注意它的起笔要稍微重一些 下来走细 到这里出个小肚子 慢慢弯平 看看这三点之间距离 基本相等 然后这个那在它的中间位置 先在里面竖一下 再细一点压下来 左右对称和左侧水平时 平着慢慢收笔 收个肩 扁那一定要对称 大家看 它是在这先竖着一压 再走下去 就这样写 这个弧度过来要自然 好的 感谢朋友们观看 就这样 看来 这个 感谢观看